第二个就是材质 不容易变形的 因为我们脚在动态过程中 它的骨骼结构跟肌肉 会随着压力来变形 如果我们电脏鞋鞋 是支撑力不够的话 你哪里受力哪里偏 那从哪里看到 从鞋子磨损就看到了 所以材质方面 就是尽量地取得 变形的机会很小的 当然这个很重要 才能穿得去 耐久性够 再就是它的回弹性 你看我们这个动态的时候 这肌肉是这样回弹 回弹才能帮助我们 在动态一个推进 为什么扁平竹它不耐走久 因为它的回弹性没有 它没有弹性 没有弹性 没有弹性的话 你的回弹性不够的话 那事实上帮助不大 那如果说一个鞋鞋 能够帮助我们走一个回弹 省力 方式就非常大了 回弹推进铸轴省力 对我们产生疲劳机会 也降低了 最后一个 我们人体力学考量 为什么力学 我刚讲 我们整个足底结构 从根骨 到足弓 到植骨区 这三个结构 我们希望它平均 都能够受到力 而不是只有局部 那如果能够借着一双 适当的鞋垫 能够让它达到一个支撑性 平均达到它应该有的功能性 支骨区 它有一个前颈 后跟有一个回弹支撑度 那足弓 回弹推进 这样的话达到一个平均度 这个鞋垫就相当适合了 这可以让大家来参考看看 所以这里面真的学问很多 可是大家这样听 好复杂 很理论 实际上我们来测试看看 到底怎么样可以挑选一个好的鞋垫 我们要来好好的来试验一下 所以针对这个鞋垫的部分 我们请王老师实际上邀请来宾来 来跟我们测试一下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个力学测试 好不好 那力学测试就是说我们 我们身体有四个环节 紧 腰 膝 踝 踝 来 请先来好了 好 那假设说我们所谓力学就是 你在上坡过程中 我们可能都在家里上下楼梯 或者说我们出外是运动 爬山下山 都有这种受力上的情形 那如果你受力不当的话 可能就会成伤害了 好 假设你现在先上坡 直接站上去 不是很容易站 再正一点 这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 因为你的筋非常的紧 就是我们所谓的阿基里斯基建 这个阿基里斯基建绷住的话 可能它常态性一个姿势 就是可能高跟鞋关系 那你绷住 当然对你的姿势 要达到一个平衡 肌肉协调性 一定有影响的 好 那我们在这种姿势情况下 你硬要撑 感觉它快跌倒 好 没关系 好 那请你食指扣在后面 食指交扣 扣住 那手不要放 我轻轻测它的上肢脊力 上肢脊力 那你我下压 你手不要放 小心 那这样请你转过来 刚刚后脚筋很崩 对 那请你下坡 下坡的时候我们上伤容易下伤难 我现在下坡的时候 可能用到你的膝关节跟脚掌 那你硬要去撑的时候 又容易造成累积式伤害 那你食指交扣 其实人家说下坡伤害更大 伤害更大 我说它下肢激励 好 你上伯 这基本上没有办法平衡 没办法平衡 那没有办法平衡 它是用点的受力 那我们试着把它 鞋内环境改变一下 好不好 看能不能做一个帮助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试试看 如果说加了鞋垫之外 它是不是真的整个重心跟稳定度 可以改善 那请你站上去感觉是这样 好 同样是先上坡 后脚没那么崩了 有 比较没那么崩 没那么崩了 好 那你请你食指脚扣 扣在后面 我一样测它的上肢激励 你手不要放 好 那不会倒 为什么 你自己有用力吗 你有用力吗 跟刚刚一样 刚刚是一上去就是站不稳 然后一定要脚要稍微弯 用力这样有办法 它现在不但不会倒 还不会觉得颈部 腰部 膝部 有压力感觉 你有没有背过70公斤的重量 背负 应该没有吧 没有 那让你感受一下 食指脚扣 那我是70公斤 那你手不要放就好了 我带你 子媳你行吗 鞋内环境做个稍微改变之后 可以做好预防保护 所以它是因为它整个人稳了 所以它可以撑得住你 对 如果你选到一双适当的鞋垫 它能够把你的主体的点面转换 做很好的支撑 那请你食指脚扣 我测它下肢激励 现在也不会弯了 而且你看起来很轻松 对啊 所以真的感觉 因为刚刚是用力之后 整个人要往前 往前 才有办法撑 这是一个斜坡 斜坡都能够达到这样的话 当然就是 平面就更稳了 平面更稳了 好 那你食指扣住 我一样七十公斤在你前面晃动 我好强喔 所以你该没有在做假吧 志青 没有 你就很轻松 而且你感觉非常一般轻松 魏博士这到底原理是什么 我想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其实我们人 不管是站着 或是坐着 知识都要对 对 那你知识不对的话 肌肉用力就会 是错误的 不平均 那如果说我们选择一个 适当的足弓支撑的 地图鞋垫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我们整个骨架 那我们就要说像 杰克 神奇的杰克 对 终于出现 它有两百零六根骨头 那其中我们足部 刚刚我老师也提到 有二十六块 所以足部对我们整个 上肢的这个支撑骨架 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选择一个好的 有足弓支撑的鞋垫 相对你就可以把 整个姿势恢复的正常 姿势恢复正常 你肌肉就能够去 做正常的实力 这样的话 你不管是在上坡下坡的时候 就会非常省力 我想啊 趁着你还在站在这个鞋坡上 让你加码 加码 加码 让你再提二十公斤的水 你觉得你行吗 你一定没有办法 试试看好了 你 停得动耶 还好 没有压力感觉 他现在有关系 穿了完全不一样耶 但是你觉得你平常 如果是旧纸一般的鞋子 你应该是举不起来的吧 平常的背力完全没有办法 好 既然已经可以提二十 我们再加七十 好神奇 他连提重物 他都感觉非常轻松 何况我们可能只是一般的行走 或者是上下楼梯的 他就会压力更减轻 是 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这个女孩子是这样子 没有错 但是我们要试试看撞钉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 我们一样做斜坡测试 好 那我们先测试上肢肌力 你四肢扣住 扣起 我测试你的上肢肌力 我下压力站稳 手不要放 不行 会往后倒 所以这个表示他这个身体 哪边的肌力比较弱 肌力就是在腰部的腰部核心肌群 完全用到腰肌 那抗力就小 抗力小了之后 他就不能撑太久 那请你转过来 他腰部好啦 是不是这样 腰部 腰部比较不好 虽然不想承认 前面 下肢肌力 下肢肌力不稳有跌倒风险 特别在下空 小心一点 不要惊 还是不行 所以他的确是有点不太稳 对 我们一样改变鞋内环境试试看 加上这个鞋垫试试看 是不是会比较稳一点 那一样我们做这个测试 你自己有什么感觉 胜利好一点 好 一样我也让你背70公斤 就不客气了 哎呀 不错啊 好厉害 回去可以 轻松省力 对 你有用力吗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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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下肢肌力 我刚刚下压的时候 你有前勤的感觉 现在也是稳了 这稳多了 鞋内环境改变非常重要 所以选对一双鞋垫 对我们肢体的保护 你还可以微笑轻松 感觉非常轻松 对 所以博士 像这样子的一个测试 就是显示出这个下肢 其实对我们整个身体影响很大 对 所以刚刚可以看到 这帅哥 其实穿鞋垫浅跟厚 是让他站在平板上面 姿势都有改变 那姿势你一变的时候 你相对于你视力的话 就会比较轻松 那最主要是因为下方 你把这个足弓这边撑起来 会进一步影响到上面膝关节 或者是空关节 跟上面腰部 那这边姿势改变 你这边腰部的湿力 手部的湿力 就会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况 但是一般的女孩子 她还是会比较介意的是高跟鞋 我相信因为大家就视频 穿高鞋子往前吐 所以高跟鞋 有办法也把鞋内环境改变吗 只要改变鞋内环境 就能让主部轻松失利 让女人头痛的高跟鞋 又该怎么办 别走开 下段节目为您解答 不过女性朋友们最担心的 还是这个穿高跟鞋 因为平底鞋不管怎么样 还是蛮舒服的 可是高跟鞋真的超不舒服 今天怎么之后我穿高跟鞋 所以要试验一下 试一下 高跟鞋我刚刚讲 十米九江 都在脚掌的受力 脚掌受力让我们的身体压力 全部集中在五个脚趾 跟我一起往前吐啊 有点吐造成骨骼变形 对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会外翻 对啊 外翻 第一个凸显 膝盖开始要退化了 提早退化了 腰开始不舒服了 所以如果能够做好预防 当然是更好 对预防顺养治疗嘛 是是 好那老师要怎么测试 那一样用穿高跟鞋 让你现在的感受 你现在穿高跟鞋 是什么样的感受跟受力 好不好 要面对吗 也让食指扣住 那我一样下压 看你穿高跟鞋的稳定度怎么样 好 你站稳 一定很不好搭 我整个都往前跑 前启 这时候你要用腰力去撑 对 腰就容易受伤 我腰真的很不好 那背对我 好 那我测试你的上肢肌 你的穿高跟鞋情况下 后跟是细的 更不稳 是不是 对啊 对不起 对 真的 会非常不稳 那我看看也帮你的高跟鞋内 环境做个改变 所以高跟鞋也可以用 当然挑鞋垫 最好是挑到通用性 对 通用性够的话当然就对我们在使用上 方便性会好很多 你看我这双鞋有多么高 超级高 对 而且前面有加防水盘 改变环境之后 对 看能不能负重 好 好不好 那你手握住吧 可以 可以 降低很多 而且我现在的已经 就感觉是这边被拉开了 那种感觉 那你的脚掌也轻松了 来 我们试试看 70公斤 骑个脚踏车 好厉害 我觉得我会神力女超人 还蛮巧的 重点是你还可以讲话 对 用憋气 对 是你的上肢激励 还蛮神奇的 你手握着 可以感受到我刚刚的那个转变了吗 突然觉得自己很厉害 好 你看看 我在你后面晃几圈 你也轻松同利 还不会有刚才那个 有点要铺接的感觉了 上后痒 上后痒的时候 你腰 腰椎就 所以只是一个 简单的东西 改变鞋内的环境 就可以造成这么大的改变 所以可见这个鞋垫 有多么的重要 它可以影响到 真的非常的大 对 老师今天还要跟我们来介绍 如果我们这个鞋底的环境改变了 也可以一些简单的动作 让我们可以平常健身 好 是 在这个站好之后 你要试着把你的头 转180度去看一个定点 180 对 这腰要够好 整个都要转 当你转过去之后 由于边不太顺的时候 表示那个部位可能崩了 好 那右边转换左边 好 那我们现在做快速动作 我们就是说 所以我们的手是放松的 放松 放松让我们左边 又左甩又甩 但是一定要向后瞧 一定要向后看 你的颈椎腰椎 还有你的肌肉向下的一个 四头肌 核心肌群 都在做运动 所以魏老师 这样其实是让我们整个 全身的关节都放松 对不对 是 除了我们的骨架 姿势队之外 那我们做这个运动 可以让肌肉去做放松 放松之后 你就不会那么紧绷 不会那么紧绷 血液循环就会好 好的话 整个人就会健康 很多人都说 其实很多疾病都是因为 你的血 气血不畅通 所以你就要让自己 能够畅通活路 活血起来 就是要动 要活就要动 硬要做的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博士们的分享 也谢谢 两位来宾 谢谢 谢谢